今天有夢翁、劉夢雄跟我們聊聊天 最近這幾天林鄭特首跟中央媒體做了一個訪問 她說其實國家在香港面對著一個很嚴重的國家安全問題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西方社會很眼紅 很不適得中國的發展 所以在搞風搞雨 其實我想問一下夢翁 你對國情就很了解 其實中國的崛起是不是真的令西方國家這麼眼紅 要搞亂你呢 還有香港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嚴重的國家安全問題呢 其實有些人去說話是不是實事求是 是不是有一種歷史的認知 我覺得可以真的大大去質疑她的 因為事實性於紅變 歷史擺在那裡的嘛 你比如說香港現在是構成對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 老實說1949年12月1號我們新中國成立 到了1997年7月1號香港回歸 期間是經歷了48年的歷史 那48年的時候香港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 那時候有沒有構成對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啊 不見得啊 起碼有三樣東西 第一 1950年韓戰爆發的時候 是吧 霍英東等那些外國商人裏面 就將那些戰略物資 利用香港自由港的地位 運上大陸 是吧 支援了抗美援朝的戰爭 也都支援了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 那就是這個 第二呢 1960年到1962年的時候的大飢荒 香港同胞裏面 是吧 寄的那些米啊 油啊 豬油啊 豬肉啊 這個寄回去內地 接濟那些同胞 是吧 亦都是這個 顯示了香港裏面 對大陸同胞親人骨肉之情 第三就是1978年的12月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他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的時候 當時 十年內亂結束沒有多久 這個當時中國 自許自己的世界革命中心 所以在當時歐美日裏面 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抱有疑慮的時候 亦都是香港商人 第一時間裏面 進去深圳 去大陸 去三來一補 投資設廠 正是由於香港商人的一馬當先 引起了港澳台歐美日的萬馬不騰 國際的資金 觀念 現代企業的管理制度 發持的觀念 市場經濟的觀念 技術專利那些東西 湧了進去內地 很多人才入到內地 都沒有對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危險 反過來 回歸了24年 自己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有了特區政府 有了駐軍 有了中聯辦 外交部特派員 辦事處 又有這麼多的廣東社團組會 福建社團組會 這個外國團隊還有民建聯 公聯會這些 怎麼會反過來 成為了特區之後的香港 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危險 這個你之前都講過 但是為什麼特區政府 比如林鄭 對媒體不斷都是用這個 用這個line to take去講 他的目的是什麼 西方這個世界 對中國的崛起眼紅 妒忌 所以要搞亂這些 這些根本就是不合邏輯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中國的那個 對外的改革 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 裡面來說 總設計師鄧小平 曾經裡面就講過 中國對外關係 最重要的是對美國的關係 中國對外的開放 最重要的是對美國的開放 你說西方當然是以美國為首 如果你說對中國的崛起 西方的勢力是眼紅 妒忌的 想打壓我們 很簡單 1969年 這個8月 經歷了真寶島的衝突 和新疆鐵里克提地區的衝突 當時的中蘇關係極度緊張 蘇聯領袖布里茲尼夫 打算對中國的戰略目標 實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 那時候通報了給美國總統 那時候通報了給他們聽 如果西方想打壓中國 那時候 那時候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蘇聯對中國動手術 中國就大禍臨頭 但是不是 美國 告訴蘇聯 你膽子對中國實行核打擊 我們當作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我們就會對蘇聯 134個戰略目標同時禁制 進行核反擊 結果嚇到布里茲尼夫就收手 所以你說 如果西方對中國 無我之心不死 那時候 他都不用頭 你做什麼 不關我的事 你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他這樣說一句 我們那時候都大禍臨頭 但是其實你覺得林鄭政 然後 然後 我們中國對外開放之後 你想想 長時間 裡面來說 人家美國 給我們中國最衛國的待遇 2001年 又支持我們加入WTO 是吧 一直以來 你想想 中國出口到美國的汽車 美國收我們是2.5%的稅 但是美國出口到中國的汽車 中國收人家25%的稅 美國也照樣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說他怎樣對你中國的崛起 妒忌 這個來講仇恨 要打壓你 老實說 你想想 25年來 我們中國和美國之間 外貿的不平衡 我們中國在美國的身上 賺到了一個 六七萬億美元的外貿的盈餘 我們要正視事實 人家都每年給我們大量的留學生 去那裡留學 包括我們中國培養了很多科技的人才 對不對 這個來講 這件事也是事實 也有很多知識產權的主義給我們中國 包括日本的很多家用電器的專利 製造全部都主義給我們中國 中國最先進的 最規模最大的寶山國鐵公司 全部 每一顆螺絲釘都是日本的供應給我們 所以這個不正視現實 從一個意識形態出發 就說人家對中國崛起 怎麼妒忌 怎麼眼紅 這個要打壓我們 你中國崛起 是跟整個我們對外開放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經濟的合作 現在是聯繫在一起的 所以到頭來來說 這些基本的數據 擺在這裡是很清晰的 我們用一種 講意識形態 就不是講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 來處理中國對外部世界的關係 或者香港對外部世界的關係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 只會將香港的一國兩制 引向錯誤的道路 現在林鄭其實她都很評價 她之前跟友善做了一個訪問 她說其實她在她任內 做了兩件很偉大的事 一個就是引入了國安法 一個就是完善了選舉制度 這個完全是做大事要講天時地利人 而她又掌握得好 就是這個天時地利人 你對於林鄭 她現在是後林鄭時代 就是一年左右的時間 就要換屆了 你覺得香港 在這個後林鄭時代 到底是一個 應該不是叫向前 退後 退後到還差過1991年的時間 還有你覺得如果接下來的特區政府 跟她這個 有沒有可能還是跟她這個 Line to take去做呢 我覺得實際是 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你林鄭裏面 這個近年來的舉創 你如果可以在一個 沒有一種恐懼壓力底下 你去做一個全港的民意調查 到底 你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和1997年回歸的時候相比 又或者是和十年前相比 這樣才算 我們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的指數是高了還是低了 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了還是低了 尤其是對你特區政府的支持度是高了還是低了 人心向背是最重要的指標 所以你自己說是沒有用的 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這是毛澤東說的 所以你特區執政的得與失 這個好與懷 是應該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的 是由人民高興不高興 擁護不擁護 贊成不贊成 是吧 來做一個評判的標準 所以你自我感覺良好 但是香港700萬這個市民怎樣 尤其是香港是一國兩制 香港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的制度和收穫方式 香港在主權上領土上是屬於中國的 但是香港的那個社會體系 思想體系是屬於資本主義的 其實我也想問他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也要不要忽略了 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的成員 香港國際金融中的持份者 對香港近年來事態的發展 所給予的評價 是正面的評價 還是負面的評價 我們要這樣去看才行 所以我覺得林鄭月娥來說 你說忽略了香港社會的人心向背 忽略了國際金融中心的主要持份者 他們的評價 我覺得這樣給自己分數很可笑 但是我想問一下 夢翁現在林鄭的政府 其實應該這麼說 中央完善了這個選舉制度 你都可以當作數場 總之完善了這個選舉制度 其實他有沒有去到要搞到這麼小呢 比如說白票安排 現在不要投票了 你投票是可以的 但是萬一你有態度 在社會 即是社會媒體 或者一些媒體裡面 讓他覺得你是煽動些人投票 你又說犯國安法 現在的國安法 是什麼都關於國安法 因為國安法應該是很神聖的 是很嚴重的罪行 影響國家安全才是國安法 現在是什麼都是國安法的 白票也是這樣 然後剛才剛才說 媒體 現在不適合聽的 都稱你為假新聞 即是硬安出來 其實你覺得這個是中央意思 還是香港特區官員自己走出來的呢 即是無限伸延呢 我覺得林鄭月娥那個近年來的舉策呢 不單止對香港的一國兩制 帶來一個極大的衝擊和損害 而且呢 而且呢 令到台灣兩千三百萬同胞 對於一國兩制的評價呢 就這個 那個 就是 印象 這個 急聚直下 所以就在蔡英文 在四年前 久是不選舉 輸到裡面 就脫頭脫骨的時候 為什麼在前年裡面 那個總統大選當中 他能夠拿到八百七十萬票高票呢 就是因為你香港這樣的 那些一左二擇的錯誤 是吧 造成了那樣的動亂 到頭來呢 人家 這個台灣 這個民進黨 提出最殺傷力的 那個競選口號 就說 這個票投國民黨 台灣變香港 是吧 是這樣的 所以 你說了 你答了我這個票安排 和這個無限的延伸 你覺得是中央的意志無限延伸呢 還是香港特區官員自己 將這件事無限延伸呢 其實呢 說起來 我不要說什麼 他延伸 我就說一個邏輯 是 一個選民 他不去投票 合法的 他去投白票 合法的 他說你現在不可以說 你不可以說 你現在說 好了 既然有人不去投票 他是合法的 投白票他也是合法的 那為什麼有些人裡面來說 鼓勵大家 去做這些被認為是合法的動作 又成為了非法呢 在邏輯上呢 我覺得就 很搞笑 是吧 還有基本上來講 這個 投票的取向 是一種人心的向背 人心的向背 所以 如果你現在 作為特區政府 他能夠在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促進和諧 推動民主 這四個領域 是按照中央裡面 一國兩制的初心 做得好的話 是得民心的話 一國兩制的優越性 是充分表露 我們的香港750萬的市民 是得到一個幸福感 這個獲得感 滿足感的時候 來講呢 自然 投票的趨向呢 就是去支持 這個政府的 依法施政 擁護中央人民政府 對港政策 是吧 或者是那些 能夠為 一國兩制 保駕護航有功的 建制派的候選人 也都會得到 這個選民的 垂青 但是你反過來 你想做的事情 是 這個 違背中英聯合聲明 違背基本法 而 令到香港裡面的經濟倒退 百業蕭條 是吧 這個民生疲蔽 令到國際社會 不承認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去制裁香港 取消對香港的特殊待遇 這一切 令到香港最終成為 一個內地的普通城市 你問 香港的市民 香港的選民 怎麼會對你 深入承服才行呢 所以 你搞那些 小動作的話 而不是真真正正 從你那個施政 去改善 來爭取民心 而是靠這些小動作 去壓服這個民心 根本上 完全是 適得其反 其實這個情況 只會越搞越亂 因為你永遠收不到科 你永遠都是 一定是 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原來你的選舉制度 去到這麼完善的時候 又怕別人不投白票 然後就搞一件事出來 然後各方面都是 你搞這個傳媒 其實你講得很對的 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政府想 所有事情完結了 從頭啟報的時候 其實是應該做一些人心的工程 就是 你是應該要公開 而不是說 大哥 把照片都不是在外國媒體拍 大家用完之後 有個聯想 聯想你都說是假新聞 這件事情 其實就真的是 除非好像你所說 將香港變成是一個大陸城市 是一個上海或者一個北京 其實是沒有可能的 1976年4月5號 天安門這個事件的時候 都在廣場上有這個口號 秦旺的時代 以一去不復返 人民也不是如不可及 這個在當時來說 是很響亮的一個口號來的 所以就是說 今時今日的香港 由於它本身一直以來 有自由 有法治 所以那個自由 就包含了 免於恐懼的自由 包含了 資訊自由 言論自由 集會結社遊行 示威的自由 這些等等一切 是基本法 所保障我們的 那如果你做的一切的事情 令到人覺得現在是怎樣呢 這個就是說 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現在香港的情境 就會想起了清朝的時候 那個龔治珍 那首詩 是吧 九州生氣齒風雷 萬馬齊陰 救可愛 我勸天公蟲斗數 不拒一格降人才 想起那首詩 所描繪 萬馬齊陰的 我想問問問你 夢翁 如果現在香港的情況就是一尾死壓 媒體又不行 白票又不行 打針又不行 你不打也有後果 過去香港從來 由我出生到現在 從來未見過這樣的環境 一尾死壓 你覺得最終會出現一個什麼狀況呢 如果這個情況一直走前 都是你一出聲就壓 一出聲就壓 你覺得香港最後出現一個什麼情況呢 首先我們就要問當權者 你這些所有的舉措 我問你一句 你這些所作的舉措究竟是資本主義的制度和政策呢 還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 肯定大家都認為 它絕對不是資本主義的制度和政策 好了 不是姓資 當然是姓社 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 但是基本法的罪言開宗明義 以及第五條明確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 那你現在做這些事情來講 你到底是不是想把香港的一個 兩制赤裸裸地 連掛羊頭賣狗肉都不要 這樣變成一國一制呢 你這樣做 對國家的改革開放的大局是好處還是懷處 對國家的長遠的根本利益在世界和平發展這個大局當中 香港裏面對國家的形象是有損 這件事就不用講了 但我想問對香港人 對香港七百多萬香港人 你覺得最後的命運會是怎樣呢 就是你一直這樣壓下去 你壓下去沒有東西的 現在所作所謂概括 就等於上次我來接受訪問當中 講到1918年1月的時候 列寧去取消國家杜馬的選舉結果 宣布一切權力歸蘇為埃 他現在就搞一切權力歸蘇為埃這件事 結果是怎樣呢 你就看看蘇聯的演變 到了1991年 這個存在74年的世界第一個社會主要國家 終於就跨台了 如果香港按照給他們一切權力歸蘇為埃這個思路 按照他們所謂的烏托邦 他的烏托邦是什麼呢 想香港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 但是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 這個完全是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ABC 因為經濟是基礎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 必定會衍生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 經濟制度 和相應的資本主義的價值觀 這個是一國兩制框架所能夠容許的 所能夠承受的東西 現在要扭轉 要把香港搞成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 就是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 社會主義的價值觀 我覺得這個是大錯特錯 是烏托邦 不能夠實現 我當過五年 廚國政協委員 所受到的灌輸就是什麼呢 內地就實行社會主義的統一戰線 香港 澳門 台灣 海外華人就實行一個愛國主義的統一戰線 現在裡面竟然將社會主義的統一戰線搬來香港 沒有了愛國主義的統一戰線 這個做法來說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 香港這個刀鋒蜘蛛 到頭來來說 令它這麼大目光 有沒有機會這個改變呢 你覺得 我覺得改變呢 還是回到我剛才所講的 實質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走一年 兩年 三年下來 覺得這樣的做法 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是加強 而是削弱了 甚至乎消失了 然後連累到香港對國家的 那個就是毛澤東周恩羅所規劃的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那個作用又沒有鬼賣 到頭來呢 就令到國家裡面的經濟 政治 這個社會 或者外交 方方面面裡面 都遭受挫折 受到損失 那時候就會改變更張 好 多謝你 蒙庸 其實肆蛋一定要炒到最後 的時候 很有意思혁 York啊 你 說 ña 你說 說 說